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发现了同行者 你获得了如下信息 姓名 张明远 状态 无 专精 古武术 69%-100% 技能 惊鸿一瞥 传承 不明 同行者对严福行走的代称的一种 只可能发生利益冲突 但目标一致的其他行走 杀死同行者不会获得任何奖励 李延之子严福事件的目标还剩下两个 一个是打到九龙城寨的第七擂台 一个是唤醒古小说《勾成路本》里的《孤祸鸟残魂》 前者 李延已经连胜十场 再赢两场的难度不大 而后者就麻烦多了 其实换个角度想 严福事件的要求是唤醒《孤祸鸟》的残魂 却没有要求一定要一个人完成 同行者这个称呼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原则上李延和张明远完全可以联手去寻找有关《孤祸鸟残篇》的消息 可严福事件的内容里写明了 入手的残篇越多 奖励越高 而残篇最多只有五张而已 那么谁拿多 谁拿少 福役大厦的白赤灯昼夜不灭 但冷清的角落肯定不少 李延坐在一边的台阶上 翻看着惊鸿一瞥带给自己的信息 如是地想着 来了 李延忽然开口 张明远文言脚步一致 然后在李延身后三米左右站定 其实我在船台上听见有个叫李延的人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是你 张明远的声音很清澈 何间受虎 李延咧了咧嘴 他总觉得从别人嘴里听到这种话有些羞耻 北方的武术圈子不大 张明远认识李延 李延也对这个少年的出身有些猜测 他转过身子 把握着自己的语气 我这个人不喜欢打嘴炮 今天破个例 大家来到这儿各有各的缘由 我不问你的来历 你也别问我的 把你手里那张残片交给我 孤祸鸟我来找 你试试这段时间多赚点数 等着走就行了 祝贺 张明远摇了摇头 栩栩地说道 我刚刚见了何昌宏 说想跟你打一场 他跟称你的那个女人不搭对付 你可答应了 李延文言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毛 没有说话 盐浮事件里写得明白 一旦输掉拳赛 将无视事件进度 立刻回归 对于盐浮事件中发生的一切 再也无法干涉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 张明远思索着说道 我不太想跟别人合作 信不过 咱俩拳台打一场 输的一无所有 赢的全部带走 李延轻轻笑出了声 拍拍屁股 站了起来 朝着电梯走去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张明远追问了一句 九龙城在这样鱼龙混杂的环境当中 两人之间的博弈 可以变得极为复杂 张明远有自知之明 他只有十九岁 虽然自幼习武 但是阅历太浅 没信心跟李延这种成名已走的老江湖 熬身 反倒是拳台上见得干净 所以他有些触头 李延不接招 明天拳台上见 李延进电梯之前 甩了一举 随着电梯门缓缓合拢 李延的双眉 骤然宁静 不是他 李延回到肢底的包厢门前 手指碰到把手的时候 门自己开了 一行人从门里出来 为首的是个脸色乖张的年轻人 何昌宏上下打量了一下李延 怪笑了一声 验王思拉 武道要看看 明天是谁见阎王啊 李延一愣 那帮人已经走开了 他往屋里走去 朕看见不动声色 抿着红酒的朱蒂 和一旁沉吟不语的红鬼 阿延啊 你需要什么样的兵器啊 我这就让红鬼帮你准备 兵器 李延大概明白了 刚走的那人就是张明远嘴里的何昌宏 这个时候 朱蒂开口问他要什么兵器 李延立刻回想起了张明远手中 内感裹着生铁的大烟感 八卦掌中 齐门兵器颇多 可正如太岁余术所言 何今李氏是散家 对八卦门里的兵器 李延只有一两种形术 可李氏之中自然有家传的兵械打法 啊 红鬼哥 帮我准备一把长剑 至少在一米一上 一米三最好 忙碗腿啊 红鬼温声温气地回答道 傍晚 红鬼忽然叫住了李延 阿延 丢给他一支香烟 趁着李延点火的时候 开口问道 我前一阵子让你去检查身体 累去了吗 哎 红鬼哥 不是这么啰嗦吧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李延叼着烟回应 无论红鬼是不是真心实意 他对自己确实很照顾 你见过太岁了 见了 李延点点头 太岁看你打拳的时候 就是你弃虚力造 会有恶极缠身 你又是不想跟我说 我不在意 可你才来城寨十几天 我不想这么快给你收拾 实在不行 休息一阵子吧 就得那里我去说 李延看着红鬼的眼睛 好一会儿 才一开视线 红鬼哥 你这样的性格 不适合在城寨里面混饭似的 太岁也这么说 红鬼有些自嘲地笑出了声 把头转向李延 我认真的 太岁说 再这样打下去 身体长不住 红鬼哥 明天太岁会不会看我打拳 也许会 也许不会 看他安排 怎么了 你务必让他看我打完这一场 好 当李延回到苏妙街的公寓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李延捂着鼻子 打开自家房门 他还是不太习惯 公寓后面那家地下鱼弹加工厂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李延的错觉 他总觉得 这味道越来越重了 没过多久 忽然有人敲门 李延打开房门 眼前 是女孩那张纯洁 又有点害羞的稚嫩面庞 阿秀 这么晚了没睡啊 英哥 我阿妈听说你一个人去 特意给你做了叉销 多谢你照顾我啊 阿秀手里提着餐盒 送到李延面前 替我谢谢你妈妈 李延也没有客气 有时候他回来得晚 又没有吃饱 阿秀的母亲总会给他送些做熟的东西过来 味道还不错 对了阿秀 我看你家最近晚上不开灯啊 总是点蜡烛 灯跑短路了 九龙城寨 四街电路严重 接触不良更是家常便饭 哎呀 电路故障很久了 阿秀低下头 有点不敢看李延的样子 这样好了 我去你家看看 看看能不能修好 正好我还没有见过伯母呢 阿秀忽然抬起头来 回觉得异常干脆 母 母用了 哦 那好 李延有些迷糊的眨了眨眼睛 那 我先走了 阿秀蹦蹦跳跳的离开了 比起李延刚刚见他的时候 要活泼很多 李延回到屋里 打开餐盒 米饭还冒着热气 筷子夹破荷包蛋 流出金红色的糖心 碗的边上 有几颗嫩绿色的青菜 上面覆盖着一大块叉烧肉 让人十指大动 李延手肘倚着桌子 端向着桌上的叉烧饭 恍惚间 觉得城寨的日子 过得蛮有滋味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霍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